这次真的非常开心可以担任Bobaroba的设计 然后其实在里面呢 我有非常多的小巧思在里面 然后非常开心可以担任这次的设计的概念 大石 一直以来我自己就很喜欢设计一些 小小的图案 之前有画一个环游世界的小地图 然后就觉得对耶 我给大家印象就是常常去很多地方旅游啊 然后去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这次呢 有很多的图案都是到世界各地会看到的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名产 通通都有在上面 还有这个豆鸡眼娃娃 就是我本人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正面的力量 因为其实自己想一想 我觉得在演艺圈里面 可能没有几个人的眼睛像我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反而是我的特色 那我就把别人眼中觉得是我的缺点 我把它变成我的优点 就变成一个很正面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有一种环游世界 也是希望让大家看到就可以会心里笑的感觉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怕生的人 然后我不敢跟别人面对面讲话 我不敢看别人眼睛 然后也不敢主动跟别人说话 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 我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我看了世界很多地方之后 我觉得想法改变了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看书会得到很多的知识 然后或者是你在你的职场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但是我觉得你出去世界看看 你会感受到这整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 跟你想的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改天带着我的包包 一起去旅行做一件幸福的事情